大家好,我是汪魯,歡迎來到我的光絲世界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話,這裡主要和大家說關於超人、Ultraman、WuHuToramon的東西 最近原谷官方發佈了關於新超人WuHuToramonToriga的宣傳片 更加在官網更新,WuHuToramonToriga的設定、故事性質、產品等等的資料 我又想要藉著這條片去講一下我對WuHuToramonToriga的一些感覺 今次這條片是純粹講我自己關於WuHuToramonToriga的一些感覺 就不會去介紹WuHuToramonToriga的一些基本設定、故事設定等等的東西 如果你想知道這些故事設定或者它的基本資料 你可以看回太郎君和麻高斯TV的兩個頻道 這兩個頻道已經跟大家介紹完了 今次這條片是會集中對WuHuToramonToriga的設定、故事設定和設計 還有一個很激烈的評論 更加會對這個版本好一監督作出一個比較激烈的評論 如果你是非常玻璃心的人士 請你在這個時候就立即離開影片 當我見到WuHuToramonToriga的主監督是版本好一先生之後 我又感到非常擔心 因為根據我看版本好一監督的超人編集的經驗 我都知道版本好一監督是會把所有的重點位放在賣玩具和打鬥方面 而他是會無視甚至摧毀以前所有的設定 以這個超人值得打擊局的例子 眾所周知 超人在地球上活動的時間只有三分鐘 但是超人值得打擊局 超人之乎就跟超人貝利亞打了十幾二十個小時 其實在地球上活動三分鐘的設定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個設定 他這樣都可以錯得 其實對以前的編集我覺得是很不尊重的 再加上R7 Galaxy Fight這個網劇 Utoma Torekia叫Utoma Hikari 做Hikari 即是光明 但是其實光明這個名字 是要等光明這個超人去到地球 由地球人改給他 而那時候光明是未去到地球 所以他應該是沒有光明這個名字 所以這個位置都是摧毀了超人的設定 所以根據過過的經驗 我們很擔心 接下來這個新超人 會不會把已經很矛盾很混亂的超人迪家的設定 被他摧毀了 或者被他搞得越搞越亂 這是我擔心的地方之一 另外版本好一監督 也是非常著重玩具的銷量 現在畫面顯示了兩張圖 左邊就是超人姐 當年出了宣傳片 去告訴大家它有三個形態的觀圖 而右邊就是今年Wu-Tolima Toliga 出完催俠之後讓我看到的三個形態的宣傳圖 你可以看到超人Z 只不過是超人站在這裡告訴你外形是怎樣 但超人Toliga今次就是拿著它的武器去宣傳給你看 即是可以看到在這些宣傳片的階段 版本好監督應該爭取時間跟你說這個武器的可換性在哪裡 就是可以轉換模式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其實我看版本好監督的武器是蠻好玩的 大家都知道超人片站現在是有兩個武器的 第二個武器就是劇集頭半的時候出 第二個武器就是給最終形態使用 頭半劇集出的武器多數都不好買 你看回由田有青龍先生監督的超人OBOMO 他的武器的可換程度其實是一般的 只不過是拿著武器沒有冒下發出生效 但相反版本好有先生監督的超人Z的武器就好玩很多 武器是可以跟變身器在一個連動 這樣就是令武器的可換性提高 而今次的Wu-Tolima Toliga 你看到他的宣傳圖和宣傳片已經告訴你 武器是有三種模式轉換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可換性是高很多 但我不是說一個可換性問題 而是說一個宣傳手法的問題 當你的故事和設定都未公佈好給觀眾知道的時候 你這麼快就丟一個玩具 告訴別人有這個玩具可以買 可以轉換形態這樣 會不會有一點熱鬧過呢? 他這種宣傳手法給他的感覺就好像拍片出來 他就不是去滿足觀眾的 不是想觀眾看得開心興奮的 他只不過是想幫玩具公司做一個宣傳 做一個玩具廣告 去令到玩具更加好賣 所以他只要這麼早說定 不如聽那個武器的可換程度怎麼那麼高 另外今次呢 他又打謝這個新世代迪嘉 去推出這個Wu-Tolima Toliga 明正言順把Tiger的設定全部搬過來 包括形態的名字 我看到那些形態的名字 去跟這個Wu-Tolima Toliga一模一樣的時候 我真的醜了 懶到這樣的嗎? 即是打謝這個新世代迪嘉的旗號 就可以把別人的形態名字照Copy用一次嗎? 你連形態名字都不想 就這樣丟出來給觀眾看 會不會有些客氣呢? 會不會有些過份呢? 追人家的東西照Copy過來 不單是形態名字 還是一些擅長的地方戰都Copy 看回他的宣傳片 強力型的背景就是在水裡的 天空型就是在天空裡的背景 這樣跟當年迪嘉的紅色和紫色 擅長水戰和空中戰 又是一樣的 就是追人家的東西照Copy過來的 我覺得這些不是致敬 這些是沒有筷子 這些是抄襲 致敬不是這樣的 致敬是怎樣呢? 就像當年五十周年 超人Obo 有一個招式融合了 超人吉田和迪嘉的 特別之處放出來的 我很記得有一堆是這樣的 這些就是致敬 你以為那些是抄襲 你以為那些是騎 你以為那些是騎 所以我一見到 這個trainer 我會這麼擔心 和這麼怒氣 就是這樣解釋 一開始的trainer 就有三位暗之巨人 令我聯想到 特加的達林 希達拉和卡美拉 我估計 那些三位暗之巨人 是全身的暗之巨人 就不是特加的三位 如果我是沒有猜錯的話 那三位暗之巨人 就應該是兩男一女 和也是三位的 那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又是抄襲 就是又是將 別人迪嘉的三位暗之巨人 那個setting 那個設計照 copy下來這一套東西 你說你不是三位的 轉兩位轉四位 或者你是兩女一男的 我都覺得你是拿一些東西來轉 如果我真的猜對了 是真的 只有三位 和是兩男一女的話 那我就真的 將迪嘉的東西照copy過來 那所以又是 那句就是 他想將迪嘉當年的成功 照copy一次過來 製造多一次第二次的成功 那我就希望我所說的東西 不會成真啦 這個Wu-Toramam-Torica的 Power Tab 和Sky Tab 只不過剛好 背景在水和天空裡 就不要像迪嘉一樣 copy下去 就是擅長 水戰和擅長 空中戰 那另外我都希望 擺姆好的先生呢 既然都copy 了那麼多迪嘉 設定下去了 那可不可以將 25年前 那麼高質的 單元故事 令人發揮心醒的故事 反映社會問題 哲學道理的故事 都可不可以copy一次過去 去做一次2021年的一些社會問題的反映 或者哲學問題的思考呢 那我希望版本好的先生 是可以做到出來啦 那另外我都知道 做Youtube呢 應該是要由一個持平的角度去出發的 但我希望呢 我Youtube頻道呢 我自己可以在裡面呢 暢所欲言的 我不相信 因為為了一些訂閱啊 為了一些view啊 這樣去說一些 不是我出自我內心的說話 那另外呢 大家對新超人有什麼意見啊 或者對我的一些評論有什麼意見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的 那就可以少一些在IG DM我啦 因為呢 我覺得呢 你DM我呢 只是跟我去談啊 那如果你在下面留言呢 就可以多些人一起去談呢 那這個效果呢 就可以好玩一些 那如果你想更多人知道有這個平台 去討論一些不同超人的意見呢 都可以share這條影片出去 讓大家知道有這個平台的 那如果你覺得我講得OK的話呢 那給個like我啦 在留言告訴我吧 還有呢 之後呢 我都繼續和大家follow up 心超人的情報的 那你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訂閱我的頻道的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